今天看看旧金山半岛这边另一个唐人街 镜头中间这是南瓜的小滚 要到爱圣节了 今天是2019年9月27号吧 马上就要到鬼节了吧 这是弄的那几个小滚 用那个南瓜灯的这样的造型 弄的几个小滚 所以说这边也挺有意思 咱们感受一下 这个区域是在旧金山半岛的西北方向 西北角位置 还不是日落区 离日落区比较近了 日落区就可以看到太阳在海上日落 这边看不到 这边往西走的话就可以到日落区了 这边也有挺大规模的华人的这些餐馆啊 或者商店呢 到这感受一下 对面有叫藤龙阁餐馆 是汉字 一看汉字就知道了 这边都是森林 好像 它这不是旧金山的闹市区 但是也还行 他人街的规模也不小 叫藤龙阁餐馆 这是华人的 很明显的 然后这个叫优雅 沙郎 就应该发廊吧 这是理发店啊 这也是华人的 不过这边比较冷清 就比旧金山主城区 那个陶人街冷清得多 这边看到汉字觉得很亲切啊 这是日本的餐馆啊 这边比旧金山主城区 唐人街那个杜瓣街 比那要宽一点 好像也更冷清 没有什么人 好像没有什么人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多吧 但是也不到一些商店的关门时间呢 今天是星期六 Vietnamese cuisine 越南美食 这边有日本的餐馆 也有越南的餐馆 这个是秋一委医师 就是中医是吧 Chinese 英国英语的读herb 美国英语读herb 中国草药 中草药 所以这边是中医 这里在招人 在招文员 要女文员 需通晓中英文电脑 这是力达旅游 华人的旅行社 往这边看呢 这边其实华人的店不多 转过来的话 华人的店就比较多了 这边的间脊啊 像教堂一样 这边的路口 没有红绿灯 这边有个叫 杨伟墙跌打治疗中心 也是汉语 很小的牌子 还有是虫草城 那个绿色的字 今天风很大 今天 杨伟墙跌打治疗中心 他这个牌子很小 是吧 这是汉语的牌子 415是旧金山这边的前三位吧 虫草城 长兴烧腊肉食公司 这个明显的是华人的金猪 什么什么鸡鸭肉类批发 这个牌子好像好多年了 好像是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长兴烧腊肉食公司 这个地方是叫列治文吗 他写的列治文分店 那这个地方是列治文 这是挂的这个烤鹅什么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叫列治文吗 不知道 这块不太熟悉 这块 然后对面有一个叫 日本的餐馆 然后这边是又一村海鲜小馆 柳暗花明又一村 是吧 这是中国的 明显中国的 这边有点冷清 但是好多汉字 华龙五斤建筑材料家庭用品 这边还能配钥匙 精配钥匙 华龙 中国的繁体字 这边还能配钥匙 一星平价市场 这边关门了 这边 然后对面有一个叫甘兔安吧 甘兔安好像叫日本的字呢 感觉 日本的日语 所以这边有日语的 还有越南的 还有中文的 对吧 一星平价市场 关门了 休息了 货物售出 数不退换 卖的话不能退换 这边还有中国的福字 好日子写着 所以这边是典型的 中国特点的 这么一个区域 这些老外真进洞 这天穿着短裤 这天华人总是 洞的都不行了 老外比较进洞 对面 这个角有一个 新连行超级市场 这个市场 瞅着很眼熟 好像在旧金山 主城区 那个唐人街 也有这么一个超市 是不是连锁店呢 可能是个连锁店 看它这个很大 新连行超级市场 是吧 这个装修风格很像旧金山 那个主唐人街 那个主唐人街 我很熟悉 这边我来的很少 这边好像没怎么来过 什么什么小菜 粥粉 面饭 文记茶餐厅 南方人喝茶 对吧 喝茶 波霸饮品 这个波霸不是指的 女人胸部大 叫波霸吗 怎么还出饮品了 全日供应 什么什么肠粉 西瓜波霸 波霸 港市西餐 冷热饮品 文记茶餐厅 对面写着是报税 对面啊 就这种会计师书所 应该是 对面写着报税 这个报税 什么地保官 Nutri public Nutri公正吧 做公正的 可以给公正 还有给报税 还有一个是 金山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地方叫Richmond Richmond列治文 Richmond列治文 对我知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叫 Richmond 雷特蒙德 如果翻译成中文 那叫列治文 是吧 是那意思吧 Forent 这是出租 空房的出租 对面 这边有一个阳光珠宝 这边声音 好像很冷清啊 声音 这是卖花的 这个是西饼店 西饼店 卖各种点心 阳光珠宝 阳光珠宝店 这边也混杂着一些 这个写着台湾餐馆 台湾餐馆 Distinctive Chinese Cuisine 杰出的中国美食 你看他这个小女孩的头发都是黑头发 华人的这个特征 这个特点 这边是一个华美银行 华美银行 它经常是在唐人街 扎堆 在旧金山 主城区 唐人街 有好几个华美银行 都挨着 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 华美银行 华美银行 在中国国内也有办事处 但是好像不能取款 只能是公司办一些业务吧 我问过 以前 以前 Oh sorry sorry 这块有红灯 这块 这个路口有红灯 这块 哎 为什么刚才那个路口没有红灯呢 我以为这块没有红灯呢 以为 这是一个大路口 忘记了 这个是 以前我曾经想 办一个那种 在中国国内也有办事处的那种的 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办事处的那种银行 但是没有找到 据说好像香港的 汇丰银行是香港的吗 不知道 反正也没研究 就我想办一个 就是说 比方说以后 会中国也能用的这个 就是说在美国可以用 在中国也可以用的 这么一个银行卡 但是也后来没研究 华美银行我问了 不行 华美银行是 是在美国 中国的确是有办事处 但是说不能取款 只能是公司 作为公司的一些 一些文件什么的 就是公司一些支票什么的可以用 这样的是事务所 申请移民 法律文件助理 各种翻译 这边是唐人簿 这边是唐人簿 那他这还有 对 有各种的 这样的办事处 就是永利烧辣 这个是都辣吧 快餐店 所以汉字真的是很繁琐 很多都不认识 很多 华美银行 这个脚 老乡银行 荣荣药行 这是永康同志在这开的吧 永康同志在这开的 还有一个金凤发廊挨着的 金凤发廊 这边是中国的这些瓷器 在唐人街 最大那个唐人街也有这么一个 中国的这些陶瓷店 上面写着什么最后三天 但是他那个最后三天挂了好久了 总是说最后三天吸引大家买东西 说要甩卖什么 好顺发食品公司 大师爹打馆 新章大抽冰 这边是 嘉美 这边是一个日杂店 也有韩语 电器催具家庭用品 这个店好像很大的样子 售款员戴着口罩 这边是文景假期 对面 这个也许都是从中国运过来的商品吧 美国银行 对这是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好像在这边 网点比较多 美国银行 这种 这么大的汉字啊 表的美国银行 这边我要注意红绿灯了 刚才弄得尴尬了 没有看到红灯 我以为这个路口随便走呢 就是潜意识里觉得这边很冷清 好像没有红绿灯 结果竟然突然有带红绿灯的 这个地方是第七路和克莱蒙特路的交叉点 所以这边也有很多华人的这些店铺 到这儿 这边还有中国工商银行 如果我办一个中国工商银行的卡 是不是可以在中国也可以用啊 你看他这个就是中文的广告 营养师什么什么的 这是一个拳馆啊 这是个拳馆 看中国工商银行 对 在最大那个唐人街也有 永分公司 所以这边还是挺全的 金灵烧辣 这个字是赌辣吧 我实际是很反感这些繁体字的 太麻烦 造成交流成本太高 而且繁体字用电脑打的时候 如果一加黑加粗 就是一团黑 根本就看不出它那个笔划 所以觉得汉字还应该进一步简化 简化成日语那样的就好了 中国工商银行 感觉很亲切啊 跟在中国的装修差不多 金灵烧辣 试试试烧辣吧 精美点心 你看他这个字弄得这么麻烦 还出炉 这个炉弄得那么 这个面包的面也好麻烦 所以还是应该把汉字进一步简化 然后把现在的这个繁体字 作为一种文化遗产 放到博物馆就好了 这是什么小笼包 所以在这边就可以吃到中国南方的这些食品了吧 什么什么各种 不认识 太复杂 红A饼垫 用星 海鲜 紫节 所以汉字 这个繁体字 真的是太麻烦呀 太麻烦 不认识 莱卡通讯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用的就是莱卡通讯 但是信号不好 经常没有信号 牙医诊所 这可能是华人的牙医 牙医诊所 荣记 紫节 市场的意思吧 这个大灯笼真大 这里面红灯笼 百丽点心 卖点心的 银星市场 卖水果什么的 大华电子城 这个字这么熟悉呢 还有西联汇款 这边 Western Union 西联汇款 大华电子城 好像山寨那边有个华强 电子城吧 好像是 啊 这床红灯呢 这几个人 这个伞像日本的伞似的 有点 像日本的伞 这风真大 这几天右肩膀有点疼 可能有点尖州沿 旧金山这边 太凉爽了 你们都有出来眠衣的了 现在 对面是大家乐 大家乐一个餐厅 繁体资大家乐 radio shak 这个感觉很亲切 以前我在美东 读书的时候 radio是收音机 shak是 shak是什么意思 是小店的意思吗 是小屋的意思 你看它上面那么多 接儿接儿就是预防 鸽子落的商品 像我当时在美东读书的时候 就在这样的连锁店 买了一个三星照相机 这都好多年了 radio shak是一个连锁店 是一个 这边卖的是各种水果 香蕉什么的 有一些好像是从中国运来的吧 有一些 就比方说像这个 它写的汉字吗 天津甘利 天津的利子是吧 所以是从中国运过来的 然后对面有个叫 川流不息chili house and picking duck 北京烤鸭 辣污子 这个应该是辣的食品 新鲜肉类 海鲜 新美华超级市场 看这都是汉字 这都是 西瓜是七毛九一磅 无和西瓜 其实没有籽 这个西瓜 川流不息 笑笑发型 好运点心 金星平价市场 所以这是对面的 一些店铺 都是汉语的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出 这边是标准的唐人街 是吧 都是中文 这边写着 香港加炖饼叶糖果 更有一款 眼泪口味 不会说 红韵搬家 这边还算比较平坦 这边 这边是唐人街也不小 这边还有一个美滴发廊 我记得以前 在北京读书的时候 后来是我们那个房东 有一个李阿姨 后来他已经后来听说他去世了 他说他的儿子给他买的美的 美的 微博不是叫电磁炉 叫美的电磁炉 然后他都称美的 美的电磁炉 我儿子给我买的美的电磁炉 后来他是 他儿子开着车 带着他走 结果出车祸了 然后他受伤了 他本身有糖尿病 受伤了之后 在医院住院 过了不久就去世了吧 也听说 也觉得也 那人挺好 挺好的一位阿姨 结果人不在了 他当时就在赵兰院住 在赵兰院那块住 住了好多年 云泥发廊好时光旅行社 所以人就是一茬茬 这么往前赶啊 一茬茬的往前赶着来 卫鼎 卫鼎这个好像有点熟悉 台湾的美食 Goodwill好愿望 零售商店捐献中心 Donation Center Goodwill Retail Store and Donation Center 零售商店和捐献中心 中间那个是河的意思 这是 这是物贼都变成人了 物贼 你看他这就是这种 逃生用的这种梯子 如果发生火灾了 就从楼上 然后把这个梯子放下来 落下来 然后就逃生 这个挺好 海产中心 各种海鱼 大兴杂志精品店 爱丽丙屋 爱丽丙屋 优局 这边有一个优局 这边好像是优一封信 品信大约四美元或者五美元的样子吧 好像是方方烟酒百货公司 这个牌子好像好多年了 他们在搞维修 修这个门 新发蔬果店 天天供应新鲜蔬菜 冬菇海味中西杂货 这是很老的牌子了 所以你看这边的唐人街 也不小啊 规模 也不小 三阳牌抽油烟机 佛剧城风水用品中心 卖这些佛剧的 国泰银行吗 是银行吗 银行对 他的英文叫Cathy Bank 还有人和堂中药行 卖中药的 人和堂中药行 以前我在唐人街那边的时候 一个老外 一个男的大胡子 拿着一个手机给我看 上面照片是一个牛鞭 问我在什么地方买牛鞭 我说中药店一般都有 海鲜晚饭 承接酒席什么什么 Buffet Buffet快餐 Buffet Buffet 唐公大酒楼 唐公大酒楼 但是已经关门了 现在正吃饭的时间 关门了 歇夜了 百乐门 开心隔港式西餐 一周七天特价 大中小 是什么意思 感觉这边好像有点冷清 是吧 有点冷清 开心隔港式西餐 有点冷清啊 对面是专营正宗台山包载饭 台山啊对 旧间山这边好多百字广东台山的朋友 对所以这边有好多台山人 声音还不错耶 台山包载饭 这个是东北医疗中心 我这还有一个东北医疗中心的会员卡呢 东北医疗中心 在旧间山那个最大的唐人节也有这个东北医疗中心 好像是一个私人的一个医疗集团 他写的是 东北医疗中心 周一到周五 八点半到下午五点上班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休息 周六周日休息 药房是周一到周五 白天上班 周六周日休息 本中心不设紧急医疗服务 就是它不接受急诊 它是一个私人的医疗集团 大体上 看东北医疗中心 在这 东北医疗中心 对面都是英文的牌子了 什么美人沙龙 这是理发店 对染头发的 咖啡馆 大体上唐人街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区域吧 就这么一块是唐人街 不算大也不算小 冷冷清清 然后这边显示的是一个牙医 Dentist Dentist牙医 牙医Dentist Robert 罗伯特 罗伯特牙医 是个男的牙医 所以这边可能就没有唐人街的这个样子了吧 这边可能就没有唐人街 这边可能是个凉拉汗 在这边 这天冷了 所以它穿的比较多 有个大的拉杆香 铁木砧 涮肉 这是 涮羊肉吗 是那意思吗 We will be closed on Saturday September 28th for family reasons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and thank you for understanding 我们将在周六 9月28日 今天对 今天是周六 今天就是9月28日 它关门了 对 它显示的是 甜不珍 什么什么 牛肉丸 牛 卖牛肉的 羊腿什么的 葱油饼 烤羊排 烤羊腿 它今天休息 今天关门歇宴 今天对 是2019年9月28日 是星期六 正好它关门 它 我还以为是二十几号呢 这个写的是 天力专业美容水疗护肤 美容院这是一个 对 美容院 所以大体就是 到这个位置吧 到这个位置 就是 唐人街的一个 尽头 对面 那再往前 应该就不是了 所以是今天 算是感受了一下 旧金山 第二或者第三 唐人街的 这个感觉 日落区那边 其实还有 这边是叫列治文 叫Richmond 是吧 是叫Richmond 然后Sunset 日落那边 还有 哪天到日落那边 再看一下那边的 唐人街 所以这就是 这边的 大体这么一个景象吧 嗯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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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